現在打疫苗的情況 在香港上載進行中 有些地方已經取消疫苗通行證的工作 已經會做了 這就是新西蘭的消息 這裏政府受到很大的壓力 之前當然也有示威 強制打疫苗的人 他們能夠爭取 說不說成功爭取 他們破壞後就成功爭取 一個很有趣的情況就是 4月4日已經不用再看別人的針卡了 其實就是 我看到這個政府也不太好 我操錢的看法就是 因為現在看到一件事很明顯的 就是Omicron BA.2 對於沒有打疫苗的人來說 其實都是很危險很危險 就是很危險的情況 我的看法就是 你不應該把這些限制放寬的 但是 因為現在Javid的其實是工黨 反對黨就出來不斷說 就說一定要解除這個封鎖 就是不要再自我封鎖 不要再自我封鎖的話 現在之前做的事情很有趣 就是之前不肯打疫苗被人解僱的 那些人現在可以申請他們那份工作 那不慘 所以 我的看法就是 真的不太妥 真的不太妥 現在他們這樣搞 其實 之後會不會很嚴重 我不知道 但是這些算不算是躺平 這些就是 我的看法都沒有完全算躺平 但是已經差不多是平的 如果你針卡都沒有掃 那些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太大 你剩下的5%到10%的人 他們就不會打針了 我們那個加強針的接種 其實比例都是OK 但是就不是很高到現在 只是去到百分之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個數字 其實它已經沒有怎麼報 應該是百分之六十幾 七十 那樣 也不是說真的十分高 那個加強針接種 之後會怎樣 現在他取消這個打針的要求的話 老老實實 我的看法就是 有很多人就不會打針了 即是連第三針加強都不一定會做 因為政府說不需要 那為什麼政府會這樣呢 其實這個也要多謝 這些有益的人士 我才能夠說 因為有益的政黨 香港就不斷催 沒有理由叫人強制打疫苗 你看看英國美國都開了 前總理這條含家祥又出聲 我很討厭那個前總理 這條含家祥是 令到貧富懸殊很厲害的 一條狗蛋來的 雖然我不是在窮那邊 其實說真的 但是我自己都覺得 就是這樣說 他們有些政策 其實就是很賤格 只能夠說 其實這個社會上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有一部分的人 他是很喜歡 掠那些中下階層的錢 那這個前總理這條含家祥 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這些狗蛋 就賤到無論 又是狂借政府 又是狂借政府 狂借政府 就說 喂 你為什麼不出來公佈這件事 他就說 喂 現在全國95%的人 接種了疫苗 這樣OK啦 那未接種 5%是永遠不會接種疫苗的 是不是 對不對 我的看法就是 你未接種疫苗的 5%是不會接種疫苗 但是 你不能夠 自己放棄了那些人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他們當然是說一件事 要取消大多數的限制和規則 但是你一取消了這些規則 那 就是我操淺的看法就是 你之後突然之間 譬如有 這個病毒的新變種 病死率很高的 是 尤其是沒有打疫苗的人 病死率很高的 那麼 你也沒有辦法即時回到 一個安全的位置那裏 這個是我操淺的看法 有人問我們這裡 要不要強制大口罩 暫時都是要的 但是之後應該不用的 應該都會放鬆的 之後都會放鬆的 所以 我自己就覺得這件事是危險的 因為 實際情況就是 你對於沒有打疫苗的人來說 現在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 還有 小朋友 又是一個問題 小朋友 他們的疫苗接種率是 真的不行的 在有些少數族裏 裡面 那些小朋友 那個疫苗接種率 只有百分之五十多 那 小朋友接種得百分之五十多的話 其實他們就很危險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現在在推動 放鬆新冠限制那班人 就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有一部分是不太好 那個立心是很不良 因為你看到的數據就是 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那些比較弱勢的人很容易出事 還有 還有一個 不太好的情況就是 就是 你不一定可以控制到那個疫情 就是現在 現在這個情況這樣 有限制措施 每天都有兩萬多單 是有限制都有兩萬多單 還有是 打了九成疫苗都有兩萬多單 好了 如果放鬆了那些限制會怎樣呢 其實事實上 很容易 一放鬆 那個醫療系統就會倒閉 其實我是很擔心這件事 還有還有我們這個冬天 都快要來了 現在應該已經是秋天 可以算是 那一冬天來的話 那一爆 就有可能是流感 其他傳染病有可能 因為冬天很多 冬天很多 其實 然後還有 新冠變種 那你一聲就取消了那些限制 其實我是覺得不對的 就是我的看法 有些風險 是 因為有些人 他就一段爭取說 你掃安心出行的都不用 打疫苗的都不好 其實你一太快放鬆 那些限制就很危險 其實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我們這裡的醫療專家 說這件事 但是現在當然 那個實際情況就是 有一部分的政客 他們覺得賺錢比較重要 全部回復正常 他們覺得可以 但是 有一件事他們不明白 我覺得就是 一個這麼偏遠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裡 要別人回來這裡旅行 那些 你不是一步到位的東西 來的 如果你現在全開了 然後疫情突然之間 爆到七彩 醫療系統崩了 之後你不用找人來旅行 其實就是 不過當然 現在 那些人 我的看法就是 不見棺材 不流眼淚 有一部分人 防疫抗疫意識 是很差很差 就是我早前去一個客戶 那裡 都是做一下 那 他們有些員工 就是 回到自己的位置 就 脫口罩吃東西 吃東西喝東西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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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其實 不太適合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雖然 他們那些人 都掃過 就是 這個 安心出行 和 尿過鼻 尿過鼻 尿過 才做過快測 才可以去開工 但是 現實情況就是 我覺得 有些人 不是百分百的時候 你也是 謹慎一點 好一點 但是 現在 很慘 就是 市面上 當有些東西成了一輩子 你要扭轉它 其實就不容易 就是 好像 特區那種情況 有些人 他們主張的事情 他們 就是 媒體和 他們的政棍 合起來 搞 那 他們合起來 搞的時候 其實 老老實實 是搞到大家 就是 就是 可以說 是 是 是 搞到大家 不過 是沒有辦法了 就是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 很慘 我只能夠說是這樣 那 那 現在這樣 這個取態 就是又要打疫苗 又不用呢 其實 我的看法就是 傳出來的訊息其實 不是那麼好 我自己個人操錢的看法 當然是 那些訊息很混亂 還有 就是 那個現實就是 有些在前線工作的人 舉個例子 就是衛生 就是 那些 隔離酒店 或者旅遊業工作的人 就是 他們其實 很危險的 他們的工作 不過 我看到一件事就是 現在 現在 有些訊息就是 就是 衛生部門 已經被要求 要評估 是不是可以縮小 就是 他們那個 強制疫苗的範圍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就很麻煩 就是我看到的情況 就是 那 現在 就是 一天有兩萬多宗 其實嚴格來說 岸人口比例多於香港 其實 不是很妥 其實 當然有很多人累了 就是對於抗疫很疲勞 很久了 但是 但是 那個問題就是 那個 疫情還在 當你疫情還在 的時候 你已經 就是現在 嚴格來說 某程度上 是扯白旗的 就是 尤其是 這個就是 某個政黨 這裡 呼籲 政府 就 取消 就是要些人 就是掃這個 我們這裡版本的 安心出行的要求 還有 就把那個 隔離期 就改做 五天 那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就是 我操淺的看法就是 那個疫情 是很容易會有反復 就是 自己是要 管控自己的風險 變成 一個社會 就一定有人 他就不會管控他們自己的風險 就像香港那個情況一樣 因為剛才有個網友都拍了一些照片給我們看 好像有些政府物資 放在鄰居的家門口 在鄰居的家門口 那些政府物資 就拿了 鄰居 但是 那兩個鄰居 本來應該 理論上 應該可能是居家隔離的 但是 就是 我們的網友 看到他的鄰居 就要出街 這個你又沒有辦法 肯定他是不是百分百違規 就是他收政府物資 就不代表百分百要在 居家隔離 所以 在任何一個地方 都一樣 我認為 就是 你自己管控好自己的風險 因為 之後的世界 就個個都是靠自己的了 其實就是 你就不能夠把那個 抗疫防疫的責任 推在別人那裡 還有 就是 那個風險 其實 就是我操錢的看法 其實不低的 尤其是 肥人 就是肥佬 其實本身就危險很多 現在根本有很多數據出來了 就是說 肥人眾生觀 是容易糟糕的 容易重症 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看得到的數字 當然是 就是官方公佈的數字 但是 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那些官方公佈的數字 其實有很多事情 都是要 就是 國民或者地區的人員 自己上報的 好像香港的情況 都是你要自己上報 是 那你自己上報的時候 一定會有漏 那 如果大家都不上報 其實 政府什麼都不知道 政府最後知道的時候 就是知道 哪些人重症 和哪些人死亡 其實 輕症就不會知道 那 其實就很麻煩 有人說 美國怎麼會沒有錢 不是我說的 這個一定要說 封面那句說話 真的不是我說的 是美國的 老公發言人說的 真的不是 不是開玩笑的 是他們說他們真的沒有錢 是他們說的 不是我說的 就是 如果你會質疑 為什麼他們沒有錢 他們自己是這麼說的 已經 是這麼說的 是的 還有現在還有另一件事 大家一定要謹慎的 就是 長期新冠 因為現在不知道會怎樣 就是 除了小朋友的風險是高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長期新冠 那 就是 現在 就是 長期新冠出現的比例 就是 Omicron的話 現在有新的數字了 就是 好像 這裡有一個數字就是 百分之一 因為Omicron比較短時間 但是不知道 你有可能是 過了幾個月之後才知道 那 其他之前的 那些 就是 新冠變異 那些病毒 就是 好像 Delta Alpha Beta 那些 其實長期新冠的比例 是去到 百分之二十 那 Omicron 有沒有可能 令到 長期有問題的人 去到 中招的人的 百分之二十 現在是不知道的 現在的數據說出來就是百分之一 但是之後會怎樣 真的沒有人知道 所以 大家都是 小心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小心謹慎 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 就是 戴口罩那些 就沒有得避 那些避無可避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有些人就說 那條 七家一婆 那個樣子很奸詐 我不知道 你說誰的樣子很奸詐 就是 你說封面那個 封面那個樣子 當然是奸詐 但是不是她說的 封面那個 不是普薩基說的 其實我一開始做節目的時候 已經有說到 封面那個人 是 大馬尚搞錯了 雖然我給了他新聞 但是 他是 搞錯了 就是他一看到 白宮發言人 他就找了這張照片出來 但是他是另外一個 白宮發言人 先說一下 好了 現在 疫情這個問題 先說到這裏 香港那裏 其實今早我們都說了一些 不過 我們想給大家一個心理準備 為何要說一下外國的情況 就是 香港和內地那個 對於新冠疫情防控 他是會調整的 就是不要有一個教條主義的思維 就是 我相信內地和特區政府 都是會以人民的生命行先的 是 這件事是可以繼續做下去的 但是香港有一幫人 就要求很多放寬的事情 我自己就覺得 林鄭月娥是頂得住的 因為其實 大家都是有一個教訓的 就是2020年的時候 最初差不多清零 那些人說要放寬 尤其是商界 他又說要放寬一些措施 結果一放寬就爆疫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你回去2020年看當時的報導 你就會知道 其實2021年特區政府做得好 就是 其實特區政府 是比較少理商界的要求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是 商界就出了很多聲音 有很多人都說要放寬 有些商會都出來說 就算是外來的人 在外面回來的人 你都要讓他們回來 還有要多些班機 就不像國泰只有十四天一班 但是為何國泰只有十四天一班 這也是跟熔斷機制有關係的 還有現在他們的閉環管理 對他們的日常營運 影響是很大的 Helena Leung就說 大馬sir擔心阿怡的官司分了心 我也有可能是這樣 不是吧 今早我聽到節目 原來我唱錯了 原來我其實 是不記得了 因為我很累 其實我今早做節目的時候 我之前那晚是睡了兩三個小時 又是兩三個小時 因為我有其他工作要做 很晚才回到家 或者很早 看看你怎樣計算時間 現在的情況就很麻煩 就是這樣 空偉師你說的話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不過不要緊 我這次不回應你 如果你說國內向香港施壓 我就覺得不是 就是 如果你說國內向香港施壓 要香港向外面開 其實 如果是的話 其實 我自己覺得 是應該說清楚的 但是 香港現在的角色 其實挺重要的 就是我的看法 現在是 外循環那裡 其實是要盡力做的 當然要跟內循環結合 但是 你說要開的那些 其實又不是完全開的 我都要告訴大家 現在都要隔離 就是 在外面來香港的人 是要隔離的 在內地來香港的人 是可以回港義的 據我了解到 現在還是可以回港義的 所以 問題又不是很大的 那 就是 如果 你說 如果 香港是向國內施壓 你不開 我就要向外面開 香港也不一定會這樣做 我相信 有一班商界的人 想這樣做 但是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社會 其實都是傾向於 做這個動態清零 其實 那班 藍營人士 他們不是說不清零 他們要用他們的方法去清零 一定要用他們的方法 一定要用他們的方法 現在內地都少做 內地現在都是說 要一個區那麼封 一個小區那麼封 其實 你看到那些致印內地都是改的 因為其實香港的方法 不是無效 是有效 只不過 香港的市民 實在那個自由度太高了 這個 就是香港和內地的差別 就是你在內地 你敢不敢不聽 政府的說話呢 絕大部分人是不敢的 其實 除非有一班人 已經圍在那裡 說要借煲借煲 那樣 那些是有例外的 其他地方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 有些人是覺得受不了 為什麼受不了 因為其實 其實 有很多人看了國外的資訊 或者看了外面的資訊 很奇怪 他們就覺得這個病 美國人都不怕 我們為什麼要害怕 但是 內地的情況都是有問題的 就是那個老人家 接種疫苗的比例相對低 就是 小孩子接種都算不錯 但是 我們都說過了 六個月至兩歲的小朋友 不能接種疫苗 就是 現在 在沒有接種疫苗的人群裡面 你是不是可以容忍到 有二十多倍的死亡率呢 即是被打了疫苗的人群 有二十多倍的死亡率呢 你是不是可以容忍到這個 現在西方有些地方 就是能夠容忍到 還有一些 很坦白說 那些政客 他們是不斷推 要放寬 雖然 有些人群 根本都沒有接種疫苗 即是 新西蘭的情況 是更嚴重的 其實就是 六個月大 至四歲的人 都是沒有辦法接種新冠疫苗的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六個月到四歲大的小朋友 他們很有可能會染疫 而且染了疫之後 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都是不知道的 現在是一個未知 汪露又說 外交部出來數了美國 因為新冠死了近百萬人 好像不是死了近百萬人 汪露 是死了近千萬人 好像是 沒有死了近千萬人嗎 肯定過一百萬人 好像是過一百萬 肯定過一百萬 是 我記得的 我這個就不記得了 其實好像搞錯了數字 其實我已經很累了 我應該記錯了 為什麼我記錯了呢 因為我記錯了 因為我記錯了900K 因為我們通常記在腦袋裡 都是900K 有時候轉換不切 就會搞錯了 不好意思 我說錯了 哈 虛操